台湾地区九合一选后 眼见高雄市长韩国瑜得益于网络民声大噪 蔡英文一改无病呻吟的文青画风 自称为辣台太 在脸书上大做文章 而台行政团队成员也开始纷纷效仿 俨然有力拼当网红的态势 这会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吗 蔡当局的网红之路能走多久 台湾时视频论员江明钦 杨泰顺 有独家观察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 16号在脸书发文预测 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很有可能是所谓的第三势力胜出 台北市长柯文哲同一天 在与台湾网络红人馆长陈之汉 合体直播时首度松口表态 可能筹组政党 那么柯文哲的这番言论 是否在位参选2020试水温 如果阻挡 他又将面对哪些问题 台湾时视频论员江明钦 杨泰顺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当地时间1月17号 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在延迟一年多之后正式出台 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更新导弹防御政策 其内容大肆渲染所谓来自朝鲜 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威胁 尤其将朝鲜列为持续存在的所谓特大威胁 这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背后 有着怎样的异味 时视频论员红林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请好赞 六贵符 全国连锁 信任机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预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盘盘梅尼干蛋糕赞助播出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后 眼见高雄市长韩国瑜 得益于网络名声大噪 蔡英文及苏贞昌所带领的行政团队 也开始争相效仿 俨然有力拼当网红的态势 从年初开始 蔡英文就在脸书上是大作文章 不断贴文数不断提升 用词也是相当的泼辣大胆 不过岛内舆论对于蔡英文 与苏贞昌这对被调侃为 辣台妹与冲冲冲的组合并不看好 嘲讽他们的网红路线是东施笑评 蔡英文上桌一定先要拍照 蔡英文17号中午心血来潮 突然造访西门丁吃美食喝饮料 蔡英文办公室幕僚将这一下午的行程 拍成两分钟影片 命名为《小英去哪里》系列的第一集 并透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 而据知情人士表示 这次《小英去哪里》是一个系列影片的开始 未来还规划制作更多类似的影片 事实上自从新年开始 蔡英文力拼成为网络红人的态势 就已经相当显著 从元旦至今 蔡英文的脸书已发布了30则贴文 平均每天有两点一则 而元旦过后 蔡英文发出来的脸书形态 也有别于过去的记者会直播 不但使用网络用语倡导政策 在用词上也更加泼辣大胆 针对岛内说唱歌手 大芝所制作的《辣台妹》歌曲 蔡英文也在脸书上应援支持 岛内网友为此给蔡英文 冠上了《辣台妹》的新封号 蔡英文似乎也乐在其中 在上有好者下壁渗烟的政策指引下 台当局各个部门主管 毛起镜头纷纷摇身变成网络主播 想方设法冲高网络声量 网红政治俨然成为了 当下台当局的最高指导原则 17号下午 台劳动部门召开会议 也首度开启直播与民众互动 主管许明春 以富有亲切感的阿春自称 在致辞时 戏鼠上任以来种种政绩 并高唱闽南语歌曲 《夹你懒牢牢》 呼吁部门同仁将劳工朋友懒牢牢 雇主把劳工懒牢牢 而科技部门主管 陈良基也紧随其后 当晚抱着独角兽玩偶 齐庆边直播边卖萌 他问台湾下一个科技术 怎么变 科技技术是比较基础研究 不过比起网红市长 柯文哲和韩国瑜 脸书直播最高观看人数 动辄破7万人 留言破4万则 阿春脸书直播处女座 虽有将会闽南语金曲加持 最多也只有200多人次 同时在线观看 陈良基虽然不是头一次玩直播 但同时观看人次 始终停留在70人以下 只有几百人或几十人 要花会一组人在做后制 其实效果不大 不做也罢了 有网友嘲讽蔡当局 走网红化路线是东施笑评 更有媒体指出 讨厌民进党的种种元素 依然深藏在蔡当局里头 一箭不简 而岛内网红界的元老 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行政团队的评价 则更为一针见鞋 好的 这次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 杨阳 我们首先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 用月华 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知道 首先在一个2018年 这样子大败的背景之下 民进党方面 似乎是很急迫地 希望在网络族群上面 做一些补强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也希望说 能不能制造出 自己的所谓韩国瑜模式 那么在今天的话 媒体的观点非常直接 韩国瑜模式的关键 在于政策内涵 而不在于形式 并且认为说 民进党最终可能 只会是东施笑评 应当如何看待 我们请教一下 杨泰顺 杨教授 我认为说 你要利用这个网络 来制造声势 有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就是 你不能有太明确的 政治立场 比如说像就是 这次韩国瑜的事件来讲 那么在前面 他就一直是讲说 人进来 祸出去 要高雄发大财 完全不太谈 不去讨论 这个政治立场的这个问题 那把这个话题摆在前面 这是第一个 这个先决条件 那你现在民进党 你现在自己是执政党 你可能规避这种统独问题 可能规避这个体制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你只要想在网络上来做一些传播 这些网民首先就会质疑你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如果要 夸大扩大他在网络上面的传播的话 那么他首先自己心理上要准备好 会有这个分治他来的这些 这些问题来质疑他 那第二个你要在这个网络上 要来制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声势 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你不能是执政党 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这些传播的 这个大概有人统计过了 那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反对现状的一些议论 那你如果是执政党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会在网络上会攻击你 所以有人就讲说韩国瑜的选举 不是韩国瑜的这个胜利 而是讨厌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因为这个韩国瑜的这个 在网络上的声量 造成讨厌民进党的这个族群 的大量的这个集结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 民进党要扩大他在网络上的声量的话 他可能会掉进一个陷阱 那这个陷阱就是 他可能会走偏锋 因为走偏锋 才会有一些狂热者 会在网络上给你按赞 给你一些支持的这个声音出来 那所谓民进党走偏锋 就是他走向更为台独 更为这个危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这种方向 那这个其实是使得民进党的路 会越走越窄 对民进党来讲 不只是不能够扩大 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 而且甚至是有害的 好 我们再把民进党 具象到蔡英文身上 因为在这一系列 民进党希望在网络上面 进行发力的当中的话 蔡英文也不例外 我们会发现从新年开始 元旦开始的话 蔡英文在脸书上面 做了很多的功夫 下了很大运营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和江明星教授 一起来探讨 顺着刚刚我们杨教授这个思路 如果假设对于民进党来说 如此 那对于蔡英文来说 他这样子经营有效吗 2020就有戏了吗 政策的牛肉跟民心就是灵魂 如果没有灵魂 而是所谓的网络声量 基本上冲起来只是敲锣打鼓 热闹有余 内涵不足 有一句成语非常好 叫买毒还猪 关键我们还记得吗 韩非子那边的故事 盒子好漂亮 里面是珍珠 珍珠还给你 我拿盒子 蔡英文现在干这个事 网络还拼不经营 可是政策内涵 我会变民心 像两岸 明明多数台湾的民众 你从高雄往上看 这次15个县市 就是要九二共识 两岸要和平 但蔡英文反其道而行 买赌还猪 把珍珠丢出来了 拿那个盒子 那个盒子就是他现在的 这个网络声量 那么意义不大 在社会科学当中 这个叫目的跟手段之间的 错误 错置 网络是一个宣传的手段 是一个载具 可是政策内涵 才真正的目的 蔡英文现在是把手段当目的 这注定是失败的 所以我觉得 蔡英文的网络风格改变了 他现在走得比较麻辣 说自己是辣台妹 蔡英文要跟大家接地气 他用的语言 也会非常的凶 像捡到枪 跟那个乡民学 捡到枪 表示捡到这个很呛的发言权 但问题是熟令自知 整个台湾社会是到处 要捡到枪吗 就要呛来呛去吗 这不是台湾民众 台湾民众是一种 安和乐利 是一种非常文明的生活方式 谁要跟蔡英文再呛来呛去 让台湾的社会呛来呛去 表示你的政策是失败的 引发民众的纷争 从古到今 政治最高原则就是 安和乐利 如果这四个字 现在在台湾存在的话 何来满地捡到枪 捡到枪之道理 所以我觉得 当蔡英文说他捡到枪 他就拉台妹 就表示你是始作俑者 我觉得这不对 所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 蔡英文最后如果他的政策失败 一定是失败他自己 自我意识太强 我执太重 他如果不能够改变这点 只是说一无以为说 我叫农庄厌末 就能够迷惑众生的话 蔡小姐也可怕想太多了 我们要来看的是民进党秘书长罗文佳 罗文佳的一些表述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罗文佳昨天是继续去接受 党内电视媒体的专访 在专访中特别表示说 政治沟通论述去交给民嘴和网红 这是专业政治人物的失职 那似乎是在表态说 未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将要更多的去把这些 政治的沟通论述 诉诸于公共传媒 好 那这样的表述 可以做怎样的解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可能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民进党的出现 去改变了党内一些媒体的生态 那现如今会否再度发生 类似的情况呢 我们请教一下杨教授 其实陈水扁时代 这个已经民进党已经尝试过了 就是把几乎把所有的这个电子 跟平面媒体都垄断了 然后都只能 然后以这个买广告 政府买广告的这种方式 只能宣扬政府的这个政绩 结果陈水扁的八年下来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造成这个台湾这个社会的对立 越来越严重 那么使得大家对这个媒体也不信任 所以我们今天到台湾来看 看到这个民嘴 这种争风相对的 这样子的一种气氛 其实都是 使作用都是陈水扁时代 开始这个所建立起来的一个 一个氛围 那么所以今天如果说 要再讲说 要政府官员自己直接出来 来为政策辩论 来宣扬政府的这个政绩 我认为也只会造成台湾这个社会的 对立性越来越强 好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往对于是否组建政党 以及角逐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话题 向来不正面回应 在16号的时候 他与台湾的网络红人馆长陈之翰 进行共同直播的时候 首度是松口 可能是要筹阻政党了 那么外界猜测 柯文哲不排除是在为参选2020试水温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不要讲政党 政党是一定 你有想过吗 正在想 我说我在想而已啊 没有做要组 不在想 想我的什么政治生命 应该还是那句话嘛 怎么做我对台湾比较好 态度暧昧 但柯文哲总算首度松口 考虑组政党 声称理念一样 就是想跳脱蓝绿 不得统独意识形态以外 我实在是看不出国民党 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对于要不要选2020 留给柯文哲的时间也不多了 最迟今年7月就得表态 外界更猜测 柯文哲的这番放话 是在为参选2020试水温 就说柯P一定会筹主政党 因为柯P2020 大概是心无悬念 连日来 柯文哲与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的嘴仗不断 就阻挡议题 王世坚再度将炮口 对准柯文哲 称其早把所谓的白色力量 视为一个没有名字的政党 投机意味相当浓厚 任何选民都可以批评 民进党 国民党或其他政党 我觉得柯文哲最好闭嘴 也不是主一般的政党 没有核心价值 所以柯文哲是一个十足投机的人 思考是人类的特色上 我还是学者 我还不是政治人物 韩国瑜至少先上了车 但是还要懂得要补票 可柯文哲是搭霸王车啊 还没分析 想要拓展政治实力 组建政党仍是当下最佳选择 另外政党得票率 如果达3%以上 还能获得每年每票 50元新台币的政党补助金 假设柯文哲顺利拿下30%的支持率 换算成400万张选票 一年就有2亿元新台币入账 不过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招兵买马 目前看来 柯文哲最有可能实施的方案 就是争取政党提名失败的蓝绿人马 集结成基本成员 到最后柯文哲 他就会捡到蓝绿都是菜了 台湾学者胡佑伟认为 柯文哲一旦阻挡 其政治价值将立刻归零 原因很简单 他的非政治性 才是其政治魅力的来源 因此如何面对政党立场包袱 也将成为柯文哲阻挡后的右翼难题 因为他也没中心思想 另外一下忽然忽律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练兵的方式 那对于他来说 其实最坏就是他如果不参选 还保有这个台北市长这样的一个位置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岛内各阵营已经暗潮汹涌 陈水扁16号在脸书发文预言 岛内政坛未来将有三大变局 其中之一就是第三势力 可能会坐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位置 虽然没点名 但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柯文哲要不要阻挡 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从短期来看 必须得面对说 接下来要如何壮大自己声势的问题 如果靠单兵 一个人的单兵游泳 那可能不行 从长期来看 假使柯文哲参加2020 获得了2020选举的胜利 必须去面对在这之后 行政和立法可能又被孤立的局面 好 柯文哲阻挡到底要面对 怎样的思考和抉择 我们请教一下江教授 要去主打对柯文哲来说 这场面临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 资源分配 柯文哲一向是资源独享 以他现在的方式 他如果要去获取更多的资源 那就要有利益交换 柯文哲一向标榜自己 不干这个事的 但问题是水清无语 没有资源谁靠近你呢 你没有政策奶水 怎么会跟随你的一群人呢 第二个 权力的分配 以柯文哲过去四年 在台北市市长任内 他几乎都是前纲独断 他的这些领导班子来来去去 他说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这个也是完全不尊重人在内 所以跟他离开的首长们 几乎跟他们没有一个事 好聚好散 也许好聚但都没有好散 但目前为止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在整个权力的配置 跟资源的一个获取上面 这两者不能解决 请问政治的丁子户 如果能够成为政治的集体户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我要引用陈子昂的诗 柯文哲也许心里面这样想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毒创人而泪下 也许这是最后绝集 柯文哲是以台大医学院 台大医生这种在台北市 很杰出的明星光环 台湾人对医生有一种特别的崇敬 所以对他光环加注于他身上 如果柯文哲把这些光环卸下以后 他跟你我一样要坐下来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然后没有那个明星架子 然后也要跟大家来这个博感情 我相信第一个他做不到 第二个他也不会 第三 一旦这样的柯文哲 就失去他的魅力了 他就从神龛上面 被除媚解惑走下来了 那样的柯文哲 你还喜欢吗 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最终看起来 我个人判断也许不成熟 可是我觉得柯文哲最后 人党会是政治的个体户 政治的独心侠 政治的钉子户 这一点要改变 恐怕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好 我们谢谢江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其实围绕柯文哲毫无疑问 对于各方来说的话 柯文哲似乎都是2020 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人物 那柯文哲有很多的消息 都会被大家拿来一一排列 是不是就此会暗示到 他要不要参加2020 比如说像之前 传出来柯文哲可能需要去访问美国了 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么现在这一次来讲的话 柯文哲决定说自己有可能 思考的更多的是组党的事情等等 我们要请教一下杨太顺教授 当柯文哲对于外界释放出 自己其实有对于组党 进行考虑这个信息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在我现在还不方便 直接表态我2020如何如何的时候 的一个试探 我是非常同意 刚刚这个江教授所讲的 我认为说柯文哲 他其实只是抬高他自己的身价了 其实现在的这个客观环境也好 或者柯文哲个人的这个能力 主观的能力也好 我都不认为他有阻挡的这种可能性 我想他只是这样喊一喊 然后让这个蓝绿两边都稍微紧张一下 那看能不能从这样子的一个 浑水之中能不能摸到一两条鱼 来壮大自己的身世 那至于说真正要阻挡 那么以现在国民党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 每天都在为这个党部的这个经费 每天在这么跑的这个焦头烂额的 这种情况 那就算说柯文哲的这个政党 只要十分之一的经费 我看柯文哲都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 那再一个这个第三党 你看台湾过去 这个此起彼落的这个第三势力 都不得不向这个两边去靠拢 因为台湾这个社会 它主要的对立 就是一个统独之间的这种对立 所以你要变成一个第三势力 你势必要在这个统独之间 去找到你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像柯文哲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今天说我不沾蓝绿 那我就是要提出一些民生的这个主张 来成立 来化身为一个第三势力 来争取这个选民的这个认同 以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环境来讲 我认为还没有承受到这个程度 好 我们谢谢杨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播室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国民党籍不分区民代王金平 17号在接受岛内节目专访时 首度明确表态 要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当日晚间 王金平在高雄圆山饭店 举行磁碎感恩餐会 席开85桌 期间他再度表态称 若有机会四年就好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在第一时间祝福王金平心想事成 在议会首度授寻超过13小时的韩国瑜 迟到两个小时 匆匆赶来感恩餐会 王金平亲自起身迎接 一来到主桌 两人鲜干红酒 菜上了 王金平比出手势 让韩国瑜先用餐 喝碗热汤暖暖胃 不过吃没几口 韩国瑜又向主人家举杯致意 上台致辞时韩国瑜回想起担任明代时 王金平的尊尊教会 表示自己对此谨记于心 说你从事政治活动 千万不要忘记宗教人 宗教家的情怀 忘记了悲天悯人 忘记了苦民所苦 外界也关注 现如今坐上高雄市长宝座的韩国瑜 如何看王金平想要参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件事 我们王院长新的一年 一切顺利 然后心想事成 院长在想什么就有什么 这叫心想事成 韩国瑜这些话似乎亦有所指 而在他抵达前 台上台下纷纷力供王金平参选 选不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王金平提拨洋葱理论 元宵节后就会拨下最后一层 要外界自己想象 而王金平也送上新书给韩国瑜 另有一千本自传现场发送 感恩餐会俨然变成签书会 至于韩国瑜则帮忙压封面 当即小助理 两人交情可想而知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钻六鬼符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鬼符珠宝居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没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来关注重爆话题 在延迟了一年多之后 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于当地时间1月17号正式出台 这是自2010年后 美国政府首次发布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反映出未来一段时期内 美国导弹防御政策 态势和计划走向 报告建议 美国应研究提升现有陆基中途防御系统 以及使用短程拦截导弹摧毁洲际导弹的可能性 以应对所谓来自朝鲜 伊朗 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威胁 这份长达108页的报告 由美国国防部下属导弹防御局撰写 详述了美国及其盟友当前面临的导弹威胁 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现状 以及未来建设和技术研发方向等 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更新导弹防御政策 该报告特别指出 在朝鲜有可能走向和平之际 它仍持续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必须保持警戒 同时报告还详细说明 美国对于伊朗 俄罗斯 与中国日益精进的战斗力 保持深切关注 报告建议 美国应研究提升现有陆基中途防御系统 以及使用短程拦截导弹 摧毁洲际导弹的可能性 研发使用搭载激光武器的无人机 F35战斗机追踪和摧毁助推阶段导弹的技术 评估在太空部署导弹探测器 和拦截装置的可行性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五角大楼 出席报告发布仪式时说 美国致力于建立能够保护 美国每座城市的导弹防御体系 针对美国防部17号发布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8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该报告无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充斥冷战思维与联合博弈等过时观念 渲染地缘政治对抗和大国竞争 无端鼓噪中国威胁 美方举动毫无建设性 将损害地区和平与安全 影响国际核财军进程 引发军备竞赛 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好的 谢谢红林先生 我们稍坐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展开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杨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没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美国国防部发布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相关话题 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先生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更新导弹防御政策 那么这份报告的核心重点是什么 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非常高调 可靠性到底如何 这次美国的国防部可以说是非常高调的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新版的导弹防御的一个建议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 那么一个是针对就是美国方面目前的这种评估的状况 那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在防御方面要下更大的功夫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要和美国现在研发的一些新的技术 那么结合起来 包括美国那么军事战备上的一些调整的计划结合起来 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那么现在要打造太空军 那么未来那么美国这种导弹的防御系统 那么也要和美国军备发展的这些新的这种方向 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等等 那么结合起来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讲呢 建议那么可能说只是一个建议 现在看呢美国国防部站的一个建议 那么在实行的过程中恐怕会碰到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么这几个牵制的作用来自这样的一些方面 那么一个呢就是军费开支 能不能够满足这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就军费开支 占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种比例已经非常的高 而且总的额度也非常的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够从现有的军费开支中 那么挤出一部分 用在就是加强导弹防御系统上面 这里面难度很大 尤其是特朗普 那么现在呢在美国国内政治中 那么树立这种敌者也是越来越多 因此呢在国会闯关的过程中 那么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恐怕会给特朗普出很多的难题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国内也会对这样的一个系统 能不能够起到作用 会有很大的一个担心 因为毕竟呢 这样的一个导弹的一个防御的系统 针对的国家 那么至少从国防部的建议上来讲 那么针对好多个国家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体系 拦住来自朝鲜和伊朗的导弹 应该说问题不大 但问题如果像美国国防部建议所说的 那么还有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因素 这样的一个考虑的话 那么恐怕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小 不仅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相反的有可能会引发和这些国家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 那么最终呢会发现 那么自己这样的一个防御的目的 没有达到 相反的有可能会使美国所面临的那种危险 那么大大的那种增强 那么这也是整个国际社会 一直以来对美国所谓的这种防御系统 那么一直质疑的一点 因为美国的防御系统并不是说 使美国真的能够做到 那么免于自己遭受对方的这种打击 从而确保这样的和平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 通过使自己的本土 能够在导弹防御系统那种保护之下 那么确保它的安全 然后大力加强进攻性的一面 从而使自己那么针对其他的国家 具有压倒性的优质 那么美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因此这样的一个考虑 必然会导致 那么它所针对的这些国家 那么采取一些针对性的行动 从而使美国本土的这种安全 也达不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好的 谢谢宏林先生的分析和点评